我们再来看不丧失控制权的处置股份处理 什么叫不丧失控制权 画个图 比如说刚开始我们持股80% 持股80%应该是母公司对死公司的长头 然后它卖了10% 余下来了70% 你余的70%已然有控制力 这属于没有丧失控制权 就我们这说的没有丧失控制权 这种情况怎么做呢 我们先看看个别观点 个别观点说了 卖走的这10%按正常长头成本法处置算随就可以 合并观点是怎么认为的 合并观点认为 如果不丧失控制权 这种处置股份应该定为权益性内部交易 在这应该用合并观点的这个所谓的卖价 与被卖的这个10%的长头 对应的子公司是购买日合并日持续计算的净私产的差 注意啊 这说的是净私产 不是公营可变净私产 也就是说是含商欲的 那个差调到哪去 调到资本溢价 不够充的充留存收益 意思是在这个位置 合并观点认为 卖走的10%应当从这天开始算起 算到这天 你的净私产的份额 10%是多少 和你的卖价之间的差 调资本公斤 那么显然呢 这次它对应的是持续测算下来的净私产 不是可变净私产 也就是说是含商欲的 这个业务不会影响到原来的商欲 是因为这个商欲总额不变 但是有一份给了少数股东 我们先看题 甲公司20年初买了乙公司80%的股份 花了1600 当天乙的公邻可变净私产1500 当天的账工口径一致 当天的股本800 资本公斤100 盈余公斤400 未分200 20年 乙公司实现净利润400 分红100 其他综合收益80 21年实现净利300 21年底 甲公司卖掉了10% 卖价为210 假定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斤 剩下的70%依然有控制力 我们先看看 卖掉的少数股份 个别跟合并的观点 首先个别观点的话呢 这是卖价200亿 借银行存款200亿 这是那个10%的那个账面 为什么是200呢 它总共花的是1800吗 1600 1600的1八分之一 这不正好200吗 赚的是10吗 按照合并观点 应该是自购买日持续测算下来 被卖的那份这一天的净私产 加商与是多少 起头1500 那就这个 这是公益可变净私产 这个400是净利 100是分红 80是其他综合收益 300是净利 加上它的总商与 算出来 卖这一份的时候 它的净私产应该是2680 从我买的那天算起 你是卖出去了10% 也就是2680的10% 也是268 然后呢 卖是200亿 中间差的 直接抹资本公期溢价就可以 资本公期如果不够抹的 这就会抹赢公期和未分利润 那么从左到右应该怎么办呢 就得是把投资收益干掉 看 同时把资本公期补出来 充减为 带长头68就可以 这是它的一个思路 这是它的一个思路 就从左条到右就可以 21年底编合并报表怎么办 首先看准备工作 母对子的长头追为权益法 初始投资商与不用追 净利 这是追第一年的 这算是400的80% 这是追第二年的300的80% 最后是560 这跟前面那个提的 前提资料是一样的 分红借记年初代记长头80 其他综合收益是借记长头 代记其他综合收益864 追完之后是 起点1600 净利 然后这是分红 这是其他综合收益 追完是2144 考虑到处置少数股份的影响 长头会达到2144 减200减68 为什么减200减68呢 因为个别报表是减的200 我们准备工作又减个68 追完之后是1876 抵消分路 这是抄的 800啊 100啊 80啊 470啊 730 这都是前面用过的 我再给你对一遍 股本是旧的 资本公积100也是旧的 没动 其他综合收益是他 涨的那个 银公积为什么470呢 最早是400 它是加上 头一年是正400提10% 第二年正300提10% 这是咱们讲过的 这个730怎么来的呢 这写着呢 最早是200 这是净利 这是净利 这是分红 这是提起的因公积 商与还是400 但是这个长头 是刚才追完的1876 少数这一块的话呢 是800加100加80 加400提加730 800加100加80 加400提加730 乘以30% 然后挪出了一份商与给他 原来不是80%对的是400吗 这次挪出了1%的商与给少数 最终是704 也就是说这个商与总额没有动 但是原来这个商与总额 是仅限于母公司股东所对应的 现在是有一部分是给了少数股东 这是他的一个特色 要重点提讳 投资收益这块老样子 借记投资收益300的80% 240 300的20%是60 少数股东这个 这是年初未分 这是最早的 这个上年的年初未分 然后尽力 提取云公期分红 造成的上年年末 今年年初 提取云公期三十 年末一分730 就刚才这个数 因为这道题的基本框架内容 是我们重复过好几遍了 在这儿就不再说那么细了 看一个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合并资产负料表应当调资本攻击的 有谁 同控合并中支付的对价账面 小于取得净资产账面的差 调 存货转为公允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大余账面 这个走其他综合收益 联营企业接受新股东资本注入 投资方仍然用权益法核算 享有的联营企业净资产的份额出现的变动 这个调资本攻击 母公司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 处置对子公司的长头 处置价款大于这一天 处置股份相对于 应享有的子公司是购买着 持续集团净资产的差 就咱们刚才这句话 这个也是调资本攻击 ACD 来咱们接着看 另外一个特殊事项 因子公司少数股东增资 稀释了母公司所持有的股份比例 问怎么办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子公司的其他股东 对子公司增资 使得母公司的持股比例 因此而被稀释 这种情况下 应当按照增资前的 母公司的持股比例计算 它在增资前 子公司是购买日 或者合并日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 这个份额与增资后 按照母公司新的持股比例计算的 增资后子公司账面净资产的份额 之间的差 调到资本公计里面去 就是资本公计不过充的 充流行收入 直接看题 甲公司20年购买了 以公司80% 初始成本1600 当天以公司公营可变净资产1500 当天的账面和公营口径一致 当天的股本800 资本公计100 盈云公计400 未分200 这个数跟前面基础条件是一样的 20年实现净利400分红100 因其他债权投资造成的增值 而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增加80 21年净利为300 21年底 以公司少数股东注资500 形成股本200 资本公计300 假的持股比例被稀释到64% 为什么呢 你可以算一下 原来的股本是800 它这次注资之后变成了1000 变成1000的话呢 假的话呢 原来是占80%吧 原来是88640 对这样子 这不就正好新的持股比例是64%吗 你看我再重复一遍 原来是800的本 这次它一注资 变成了200的追加 变成了1000了 1000的话呢 假一只是占640万的本 640万占原来800的话是80% 现在占1000的是64%吗 没错对着呢 控制里还是有 问怎么办 首先个别报表在这的话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 本身就没账 因为人家注资跟你没关系嘛 但是合并观点不一样 合并报表的准备工作 要把母公司的股份的稀释 前后的对比再算出来 先看稀释前 这是最早的公益可变净私产 这是净利 这是分红 这是其他综合收益 这又是净利 它占比80% 这是增资前 你的份额是1744 公益可变净私产的份额是1744 增资后呢 这是公益可变净私产 这是净利 这是分红 这是其他综合收益 这也是净利 注资了500 是不是增加 公益可变净私产 它占64% 是1715.2 那就说是下降了多少 28.8 借几资本公积 带长头28.8 如果资本公积不够充的 那就换成借盈余公积 或者借利润分配 未分利润这样做 合并报表的准备工作 在这儿呢 首先是成本法追权益法 初始投资商与不用动 净利 又来一次 这是头一年的净利追条 400的80% 这是第二年的净利追条 300的80% 借长头是560 带年初一分320 投的收益240 分红 借年初一分80 带长头80 其他综合收益 借长头64 带其他综合收益64 追完之后是2144 然后根据刚才的对方注资 你被稀释的那个调整处理 调整的话呢 是怎么调的 借其资本公积在长头28.8 调完之后变成了2115.2 底下分路 这是那个修正之后的股本 800加200 这是修正之后的资本公积 100加300 原来是100 这次加300 对 这是原来的 这是新增的 因为它是注资500 200的本300的溢价嘛 其他综合收益 照就 赢于公积 还是原来那个 未分还是原来的730 没动过 伤于400 照就 这是咱们追完之后的 那个长头2115.2 那么这个少数股东 用这一度 乘以最新的持股比例 36% 来算的 算一下 1000加上400 加上80 加上470 加上730 得36% 964.8 OK 合并利润表的抵消 照就 借记投资收益 240 300的80% 借记少数股东 损益 300的20% 借记年初未分 这是上年的年初 上年的净利 上年的提琴空计 上年的分红 造成的上年年末 今年的年初 460 代提琴空计30 年末未分730 是刚才那个摘过来的 这个倒是不是特别难 但是 你会发现 它好像没有动商语 它只是公允可变 净私产的前后比对 但是它这个准则 原来说的是净私产 它没说可变净私产 这个的确有点矛盾 在这儿呢 以我这个为准啊 再来看交叉持股的 合并处理 所谓交叉持股 就是母公司 子公司相互持股 这里面母公司持有子公司 这是肯定的 完成控制 但是子公司 也持有母公司的一定份额 这叫相互持股 相互持股的话呢 母持有子的股份 与子的所有的权益抵消 这是正常处理 子持有母的股份 按照初始成本 列到合并报表里面的库存股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收益 把它抵掉 按照短线和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核算的冲销 它的供应价变动 就是把以前的供应价 拨动这个调评 子公司相互持有的长头原则 和刚才这个是类似的 了解下来就行 这个目前呢 没有大量的立体展示 也没有这方面的测试的风格体现 到这儿为止的话呢 我们就算把合并的特殊事项 就说差不多了 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理论的东西 叫报告期内出售或购买子公司 问怎么办 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原则是 母公司在报告期内 因同控背景增加的子公司 视同该子公司从设立之初 就被母公司控制 编制资产负债表时 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七出数 相应的合并资产负债表的留存收益 应当反映 它们一直是一个整体运行到合并日 所实现的留存收益的总额 比较报告 也是视此同等原则来处理 听个大概就行 非同控增加了子公司的 应当从购买日天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 不调年出数 或者叫七出数 报告期内已经把子公司给卖了 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 不应当调合并资产负债表的七出数 你报告期内如果卖掉的话 有个问题 你年底还编合并资产负债表吧 不用编了 编制利润表合并的话 应该怎么办 母公司在报告期内 同控背景下 你增加了子公司 视同它一直是一体化存在的 那么应该合并七出至当天的合并的收支 形成合并利润表 我们说过很多遍 非同控的话 增加子公司应该只是从购买日到期末的合并利润表 把它合在一块 如果你在报告期内你把它卖了 应该把该子公司七出至处置日的合并利润 合在一块 流量表 母公司在报告期内 同控背景下增加了子公司 视同该子公司一直存在 要编制七出至当天的 或者叫至期末的所有的合并流量表 因非同控背景下增加子公司的 只编购买日至期末的合并流量表 那么报告期内处置此公司的 应该把该子公司七出至处置日的流量 纳入的合并流量表 这些呢 我们当初讲同控原则 企合并利润时已经做过充分的解析 下面我们看一下21年的综合体 甲公司发生如下事项 2018年初甲公司定僧5000万股普通股 从丙公司这儿取得已公司60%的股份 完成控股合并 那么甲和丙没有别的关系 属于非关联方 这是非常典型的非同控 非同控的话 它的公允尺度推定长头 一股公允价是多少 十块 5000万股 那就是五个亿 这里面的长头成本就是五亿 带方的股本 多少钱 5000万 形成资本攻击的股本溢价多少 4.5亿 另外甲公司由银行存款支付了相关的评估费150 那个评估费150属于合并直接费所管理费 拿下 这一天的对方的账面净私产是6亿5000 其中股本2亿5 资本攻击5000 盈余攻击2亿6 未分利润9000 可变境私产公允是8个亿 8个亿和6亿5之间差了个1亿5 是由于一块地皮的评估增值造成的 这块地皮尚可使用期是50年 50年的话相当于一年少摊多少 按着西藏的可见 少摊300 年少摊300 摊到哪去 摊到 啥用啊这是 土地省权用一省部门 没说 没说 这里面的话一般走管理费呗 那就说呢 当年的管理费每年少摊300 这样的话呢 按照这个思路非同控的意思 就是你的净率调公允得减300 还没完 公允可变境私产是8个亿 8个亿的60%是4亿8千万 你的合并成本是5个亿 多掏了两千万叫合并商与 当天的抵消份量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儿呢需要稍微的把这个事解释一下 因为它的资料太长 咱们做一个资料去编一个相关的处理 OK 先看第一资料问什么 根据这个资料问长头的初始成本 5个亿 商与方才说了 两千万 各笔报表的分路是借记长期股权投资5个亿 代记股本5000万 资本公积溢价4亿5000万 合并直接费借记管理费代银行送款150 当天要编制合并私产付代表 需要先去编合并报表的准备封锁 就是调公允 借无形私产代资本公积1亿5 然后这一天的股本2亿5是抄的 这个2个亿是怎么来的呢 注意啊 你往前翻一下 他这个资本公积原来账上登的是5000万 你的一条公积就变成2个亿了 因为他加了个1亿5 其他的话没有动 严育公积抄的 未分抄的 然后商与是刚才算过的 长头是刚才算的合并成本 少数是怎么来的呢 就这一度 到这 乘以40% 算一下 2亿5 加上2个亿 加上2亿6 加上9000的40% 没错 这是他的第一个资料 我们得出的所有的数据 这个资料的话呢 我们接着往下伸一下 就是先别看括画呢 括画待会再说 他括画三一块说了 18年度以公司实现净利6000万 他要调公云减去300 会变成57 57的60%是多少 57的60%是3420 这是长头追调的那个投资收益 持有的金融资产供价上升 确认其他综合收益签 这个要追的话呢 追600就对了 在18年底的话呢 这个账面净资产是7亿2 这给了一些数啊 股本2亿5 资本公积5000万 其他松坑收益1000万 银公积2亿6600 未分利润1亿4400 这里面我们要期末调的话呢 这个得调成加1亿5 变成2亿 其他综合收益不动 银公积也不用动 但是未分这得重新算 未分这儿最早的是多少 最早的未分是9000万 9000万加上修正后的净利是5700 减去提取的盈于公积600 有没有分红啊 没有 这个结果应该等于几 1亿4000亿 1亿4000亿 那这是5100 5000亿加上9000 这个是1亿4000亿 来我们看看他的年底的内部投资比项 首先调公允 借记无形私产1亿5 代资本公积1亿5 少摊的300补出来 借记管理费 代记无形私产300 成本法追权益法 这是那个修正后的净利5700 这是那个5700的60%的追认 3420 借长头代投资收益3420 其他综合收益是600 最后长头追的是4020 5个亿打底 加上4020是54020 比销分路 股本抄的资本公积修正后的 其他综合收益是抄的 银公积是抄的 这是重新算的 算完之后商誉拿过来 这是54020是追完的 这个34680怎么来的呢 就这一度到这 到这吧 对 百分之几十 百分之四十 2亿5 加上2亿 加上1千 加上2亿6千6 加上1亿4千亿 这百分之四十 34680 净利这块呢 我看看 它是净利多少来着 5700 应该是 5700 百分之六十 一个 3320 百分之四十 一个 是2280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四十 年初未分抄的 这是提琴工具 这是年末未分 刚才算过 来接着说 还有一个内部交易的抵消 这个得看资料二 它是一段管一段的 6月25号 加把他的产品卖给了以 产品的售价2500 成本2000 以当固定私产 这叫固定私产内部交易 当年6月份投使用 当年折旧提办 年期限十年 然后直线法折旧 另外呢 这个钱一直没收 提了5%的坏账 问怎么办 这个非常简单 直接借营业收入2500 带营业成本2000 带固定私产500 500的话 除以10 再除以2 应该是25的折旧的多体 我们算一下 管理用的 所管理费 固定私产内部交易 底相 首先是借 营业收入2500 带营业成本2000 固定私产 带的是500 这是那个折旧的多体 借固定私产 带管理的25 债权债务 因为他这个钱 一直没收 借应付带应收2500 然后他提了5%的坏账 借机应收 代际性简直损失125的多算 把他提掉 这是18年的事 整完了啊 看19年 19年用到的资料 应该从第四个开始 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19年度以公司实现净利5000万 金融私产空价上升 确认其他 综合收益200 然后 假公司编制合并报表 把它当做一个私产组 测试减值 发现 没有减值 19年底发现减值了 可收回价是912 账面净私产是77200 2020年1月1号到3月1号 假公司发生的交易事项 包括有1月20号 假公司12月份的 有一笔销售 因质量问题被退货 2月22号 批准发债8500 2月28号 购买了丁80%的股份 完成控制 这是他的后面的两个资料 前面都已经说完了 我们先看第四个资料问什么 第四个资料 他应该先问底下分路吧 编制19年的合并报表的调整 又来了 这是咱们刚才做过的 往下撑 抄的 这个是调完的 这个是1000加上200 这是盈余攻击 刚刚新提的500 追进去是27100 这是上一年的年末 今年的年初 这是修正后的净率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净率不是5000吗 减去300 调公允这个4700 减去提取因公击500 剩18300 商与照旧 长头的话呢 最早是53020 是上次调过的 这个是公允净率 乘以60% 这是那个其他综合收益乘60% 少数的话呢 就是用215加212加27100 加上18300乘40% 直接乘过来的是36640 他这个的话呢 只让你去看这部 他前面应该有准备工作没写 成本法追权法也没让你写 直接写的是这个底销 把问题简化了 投资收益这块呢 是公允后的净率 4700的60%为2820 公允后的净率的4700的40%为1880 年初一番14100 代方提琴公积500 年末一番是18300 是从这直接摘过来的 看见 固定私产内部交易 到第二年 借年初贷固定原价需增500 借固定贷年初上年折救多提25 当年折救多提50 借固定贷管理费50 内部应收应付他第二年收回了 只有一个借应收贷年初125 和借信件的损失贷应收125 这是对上年多提坏账的反冲 这是对当年反冲坏账的反调 现在他这个题 基本到这合并的事 是整差不多了 让你去编制商欲的减值分路 或者是减值的认定 我们需要再复个盘 看他那个商欲 到底指向的是什么东西 这说19年这个商欲的认定 是说他整个这个私产组 作为一个企业来讲 可收货价是912 这里面的话 我们看看他到底扁了多少幅度 在这的话 你在测定他的整个的商欲的减值测试时 要以母公司最终控制方角度认定 按照母公司角度 不算商欲的这种资产组的账面是 起头8个亿 加上公寓后的净利 加上1000的 1000的是啥呀的 其他综合收益 加上公寓净利 加上200的减值测试也是91600万 然后用他和谁比 把商欲放进去 2000除以60% 算出韩商欲的总的账面净资产 当然是以母公司角度认定的 与谁比 与他的可收货价912比 其简值2933.33 然后分路 在这儿 因为你就占60% 这些资产减值损失 带商欲1766 就他乘以60% 这里面挖的坑在哪呢 就是他账上的净资产 我们不认 我们要从我们最终控制方角度 推出他的应该是净资产多少 以此来推定 最后一个资料 他问刚才那些事 谁是调整 谁是非调整 这个就太简单了 刚才说了 销售退货 这是调整 剩下的话呢 什么这个 发债呀 包括这个合并啊 都是非调整 要披露的 这个比较简单 基本上不用看也知道 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道题的一个综合版 显然它是 以合并报美为主干 加了日后调整 非调整的辨认 加了资产减值的相关处理 是一个拼盘题 但是主角是合并报美 下面我们看一下 二年的综合题 贾公司是上市公司 相关数据如下 2019年初 贾公司定增了 5000万股的股票 换得以公司 60%的股份 构成非同控控股合并 发行股份的面值1块 公元价单股10块 也就是说 它的总的合并成本是5个亿 快捷翻论应该这么写 借长期股权投资5个亿 贷方的股本 5000万 贷方的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 4.5个亿 他也没有发行费 啥也没有 省事 在这一天 倚公司同时是 丙公司全资母公司 这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典型的套把题 在这一天 也就是假吃掉倚的这一天 倚自及格 假吃掉倚的这一天 倚公司自及格编过一个 倚和丙的合并报表 这个合并报表里面 资产是9亿2 无形资产是1个亿 有个商与是1000万 负债是4个亿 净资产是5亿2000 就是9亿2减去4个亿 然后股本是2亿 资本攻击1个亿 盈余攻击1亿2 未分1个亿 经过公允后的 资产是9亿9 这怎么组成呢 第一个 它原来的这个商与 人家假是不承认 另外呢 有个无形资产 调公云涨了个8000 最终这个9亿9怎么来的 就是用最早的账面的资产 账面的资产9亿2 去掉我不承认的商与 加上我平增的无形资产 这不是9亿9吗 负债是4个亿超过来的 公云可变境资产是5亿9 5亿9的60%是多少 5亿9的60% 是3亿5400 你的合并成本是5个亿 你看看商与是多少 商与是1亿4600 这样子的 乙公司持有丙公司的股份 是乙公司以前年度非同控拿到的 2019年初 乙公司合并报表里面的 可变境资产账面是5亿1 你看912减去4亿 应该是512 但是商与去掉就是5亿1了 公云可变境资产是5亿9 就是这个 9亿9减去4个亿5亿9 在这儿 乙公司的供应可变境资产是4个亿 不算对丙的长头的 而丙自己搁的供应可变境资产是1亿9 这是在干嘛用呢 就是待会儿他算这个商与 这不有个1亿4600的商与吗 要在乙和丙之间来拆分 按照他的供应价所长比例拆分就可以 乙公司有一个无形资产平增了8000万 就刚才说的这8000万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儿来的 8000万 别的战功都一样 这无形资产的尚可 其实20年净三职为零职宪法摊销 其他的话没什么可聊的 然后他这儿专门提示 甲公司按照可变境资产供应价所占比例 把商与分摊到乙和丙身上 我们先解决这个资料 因为这个题比较长 第一个资料的话呢 让你算甲购买乙的那个商与 以及如何在乙和丙之间来拆分 还有一个以原来在合并报表里面 有对丙的那个商与签到底怎么办 肯定是不认的 我们先看第一条 以公司合并报表里面确认的 与丙相关的商与在甲的这个合并里面 是不承认的 我们曾经说过 非同控的控股合并 合并报表在窄这个数据的话呢 原来他那个商与我是不认的 包括了原来的地盐索退资产 地盐索退负债 我都不认 我要重新算 甲公司购买乙的这个商与是 一亿四千六 刚才算过了 按照乙的公银可变竞资产 所占比例四亿加一亿九分之四亿 算出来他拆的是九八九八.三亿 然后 那个丙应该分多少呢 剩下的为四七零一点六九 这第一个资料算完了 第二个资料是 丙的把一个账面原价四千 累计折旧一千 相当于账面价是 原价四千 折旧一千 那就是账面价是三千 按照五千的报价卖给了甲 丙的话相当于是卖固定私产 甲的话相当于买投资性房产 因为甲是拿他这种往外租嘛 公益模式计量后续的话 年底公益价是五千五 这事呢 我们先看看个别报表要求是什么 因为他让你写的是个别报表 首先 甲公司是买下来 借记投资性房产五千 带银行存款五千 调公益涨了五百 借记投资性房产 带公益价变动损益五百 然后丙的话呢 是把固定私产卖掉 借记固定私产清理三千 累计这就一千 带固定私产四千 卖赚了多少 两千 借记银行存款五千 代记固定私产清理三千 代记资产处置损益两千 这事集团怎么看 我刚刚讲 习一团认为这个账应该这样做 习一团认为账应该这么做 习一团认为 这就是固定私产 转称公寓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它应该是借投房 然后是借累积折旧 一千 带固定资产 四千 这是五千对吧 它涨的这两千 它觉得应该走其他综合收益 这是合并的观点 OK 这个题只让你做到这个个别 待会再说合并 看第三个资料 2019年12月15号 经程序审议批准 以公司与无关联方的 其他公司签订不可撤销协议 干嘛呢 要把丙的百分之百股份卖出去 卖两亿八 什么时候卖的呢 1月5号卖的 然后1月5号的话呢 对方的就是丙的可变境私产赛 假的合并报备里面的账面 于19年底保持一致 19年度以公司个别报准的净利是五千万 新购入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将上升确认其他综合收益五百 丙的个别报备净利是三千万 没别的事发生啊 你向甲报送的 19年底的合并报备里面 净私产账面是6亿零五百 其中失收资本两个亿 资本公积一个亿 其他综合收益五百 盈余公积一亿两千五 未分是一亿七千五 别的资料在这儿的话 没什么可说的 有一个事儿就是 19年的财报 甲公司是20年3月1号批准爆出 不考了所得税啊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三问 问啥 根据资料三和四 甲公司编制19年度的合并报表 是对乙公司打算卖掉的饼股份怎么办 做持有代售啊 判断乙公司处置饼的时间 就是那个20年的1月几号 五号吧 这不写得很清楚 你先看第一问吧 对乙的话打算处置饼肢做什么 做持有代售 而且把饼的所有的私产负债 都按持有代售来定性 然后他还要问什么 说判断处置这天的甲公司合并利润表里面 劣势的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投资收益额是多少 编制甲公司19年合并报表的相关抵消或调整分路 那么从处置这天 他的卖价是2亿8 这个被处置的这个饼公允可辨净私产 起头1亿9加上他的净利 然后占60% 因为你假就占60%这是卖掉的那一波 然后把他的商业干掉 最终算出他的处置损益是10098.3亿 现在我们开始编抵消分路 这是那个无形私产调增 借无形私产贷资本公积8000 这是他的少摊 借管理费贷无形私产400 这是那个我不承认的饼的商与 把它冲掉借资本公积贷资本公积贷资1千 内部交易抵消 把刚才的卖楼的那个赚的 走资产处置收益的 转成其他综合收益2000 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事 然后呢 因为饼是子公司 相当于间接子公司 这叫逆流交易 这个抵消少数股份部分 应该是借少数股东权益 带少数股东损益800 但是由于他没有形成损益 得调到其他综合收益里面去 借其他综合收益 带少数股东权益800 这个有点过 长版法追权益法 他修正后的净利 这是调公允的 这是净利调公允 之加上丙的净利 为7600 我们追的话呢 是借长头 这是净利的归属4560 为7600的60% 其他综合收益是500的60% 打包长头是4860 最终抵消 这是抄的 这是我们刚才调公允的 调公允的 调公允 这是去商与领 其他综合收益是抄的 银公鸡 这是原来的 这是我提的 未分利润 这是原来的 这是4600 是这个 这个 5000-400 然后3000是丙的 减500是提取零公鸡 是17100 商与是抄过来的 长头是刚才追过的 54860吧 没错 然后少数的话呢 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加起来 乘百分之几十 40应该是 算一下 两个亿 加上1亿7 加上500 加上1亿2500 加上1亿7000亿 乘以百分之40 没错 然后呢 把那个商与 就是属于这波里面的 饼的那个 转成持有代收 投资收益这块呢 是净利的归属 净利的少数股东归属 年初一分抄的 提倾空间 抄的 这个17100是刚才算过的 没了 这道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它主要是加了一个套娃 使得这个题变得非常的乱 但是这种题是一个 指向性很强的类型 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到这儿为止 我们的合并报表 终于胜利结束 我们需要对本章的关键卡点 做一个最后的小节 控制的界定 其实这个东西 理论上讲起来是 特别的费劲 但是在实践里面 可能也很费劲 考试反而没什么东西 原理知道就行 合并报表的前期准备工作 这些所有的准备工作 有个共同特点 临时的帐外的一次性的 每年都得从陪来过 什么统一母子政策 统一母子期间 谁向谁看起 子项母看起 包括统一币种 母公司长投成本法追权 这个追的话有几步 初始投资商与就别追了 负商与要待年初未分 或盈外收入 另外的话呢 对方的盈亏在追的话 非同控调公允 但是顺一位实现不考虑 另外的话呢 这个分红 借年初未分 或借投资税与带长投 然后其他综合收益 和其他所有的变动 反而好追 那个设计不到随意 比较简单 这个追的话呢 尤其是注意 不要调音攻击 要调未分 收集资料 然后非同控机的调成公允 关键抵消的 内部投资抵消 借方的这一串 这是子公司 所得权抵抄完之后的 修整之后的 商与是算好的 带长投 带少许股东权益 如果是 投资税和利润分配抵消 借投资税 借少许股东损 是根据子公司 修整后的净利 直接成的 借年初一分 带提琴公积带 年末未分和带分红 这些都是宅的现成的 内部债权债务抵消 借应付贷应收 余额底 借应收贷年初 以前多提坏账底 借应收贷性减损 是当年的 计题或反充的一个反调 这个也可能是道着写的 存货内部交易 这个先搞清楚 什么叫存货内部交易 买卖双方都当存货 才叫存货内部交易 当年买存货 没卖掉的 借应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存货 当年买存货 都卖掉的 借应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留一波卖一波的 先假定都卖掉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然后借营业成本 带存货 上年存货没卖 借年初带存货 上年存货都卖 借年初带营业成本 上年存货 留一波卖一波 先假定都卖 借年初带营成本 然后借营业成本 带存货就可以 存货提检值 得看看以前年度提过多少 借存货带年初 就是把那个个别报表 多提的 合并不承认的 给它充掉 然后当期这个的话 得看个别是提还是充 看看集团是提还是充 把差距找出来 搬成集团口径 固定私产内部交易 当年的底销是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固定私产 这是卖方卖存货的情况 当年折旧多提 借固定带管理费 如果卖方失败固定私产 那么这个营业数和营业成本 得换成私产储的收益 以后年度 借年初带固定 原价虚增 借固定带年初 以前折旧多提 借固定带管理费 是当年折旧多提 到期 不清理三对 借年初带固定 原价虚增 借固定带年初 以前折旧多提 借固定带管理费 当年折旧多提 清理的话 直接把当年折旧多提 给它冲掉 借年初带管理费就可以 我们一般认为 折旧应该走管理费 那要说是用于销售部门 你得换成销售费 提前清理的话 直接在提前不清理的 三对抵消的基础上 把固定私产 换成私产储置税就可以 借年初带私产储置税 这是原价虚增 借私产储置税 在年初是以前折旧多提 借私产储置税 带管理费是当年折旧多提 无形私产跟固定 几乎就差俩字 把固定改成无形 就几乎OK了 合并报表的 索的税这个角度 实际上 就是把个别报表的 那个应纳税 科底扣 调到集团的口径的 应纳税科底扣 可能是借地盐 索的税资产 带索的税费 也可能是倒过来写 也可能是借索的税费 带颠付贷 也可能是倒过来写 这个根据情况 灵活应用 逆流的未实现 在这儿是借少数股东 权益 带少数股东随益 对逆流的内部 未实现交易的 那个税后影响 对少数股东的部分 所如下追调 合并利润表是比较简单 流量表更简单 本身的话 就是借流出带流入 我们常规的有五个 借投资付线 带吸收投资收线 借分红付线 带取得投资收益收线 借支付其他带收到其他 借购上带销上 借购建带处置 这些只是样本 应该说流量表的话 不止这五个 总之你在编制 合并流量表的抵消时 原则是借流出带流入 按这个来走 多次交易分布完成非同控的集合并处理 同控的话一般不考 个别报表 原来是权益法的 就是原权益法的账加新的工 构成这天的成本 原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供应是不调的 初始是金融资产的 应该是公共打包 原金融资产公允赛认定 加新增成本的工 公共打包构成这天的长头初始成本 原金融资产的公账差 走投的收益或留存收益 原其他权益公级投资 出现过其他综合收益的 在这转留存收益 合并观点 甭管什么情况 都是公共打包 原来的股份必销公允资认定 加上新增公 公共打包构成合并成本 然后原来的其他综合收益 和其他资本公寄 在这统一的转投资收益 或留存收益 多次交易分布完成同控的话 我们做一个了解 这个不是主角 个别的话 是账账打包 与这一天的账命净资产的份额 去对比 差额 调资本公寄 和留存收益 原来的其他综合收益 和其他资本公寄 什么都不转 不做任何处理 原来是金融资产的 也是这个思路 账账打包 与这一天的净资产的份额 去对比 差额 调资本公寄 因公寄和未分 也是原来有其他 综合收益的 也不转 这个就是账账打包的意思 作为合并观点的话 合并日原来的权益法核算 把所有的权益法的 其他综合收益 盈亏都得调到资本印象里面去 以前的话 是金融市场核算的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 在这也要调平 转到资本公寄 这个大家有一个认知 不是主角 主角是前面这个 这是主要的 买少数股份 个别非常简单 按公寓算 合并的话 要用个别报表 就是你的投资代价 与新增持股比例占到的 从买的那天算起的 可变境市场的份额的差 其差额如果出现 调资本公寄一价 如果资本公寄是充的话 应该是接着充 留存收益不够充的话 丧失控制权 这事有点热闹 个别报表 按正常的处置算 剩下的是金融市场的 供应再认定 价差走投的收益 剩下是权益法的 成本法追权益法 合并观点是 一直是成本法 算下来还是权益法 合并报表说了 一直是权益法算下来 然后是先把它卖掉 再买回来 对 叫先卖再买 这个观点明显和它不一样 不丧失控制权 个别按正常处置 合并的话呢 处置前 这个按权益法 然后卖价和处置股份 对应的子公司净私产的差 应该调资本攻击和留存收益 我们当时做过对应的处理 其他的话呢 像少数股东增资 稀释母公司股份 个别不处理 合并的话呢 是前后的净资产的差 调资本攻击和留存收益 而交叉持股 母公司所持股的这个 和子公司所选正常抵消 子公司持股做库存股处理 包括权益法的投资收益底 以及其他综合收益都要底 其他权供给投资的空间波动 也要调充 这里面报告期内购买子公司的话 同控要追至同控的 同一控制下的控制日 然后要编制合并当天的 资产负贷表 年初至合并当天的利润表 年初至当天的合并流量表 非同控 年度内买了子公司 直接在这天编个 合并资产负贷表就可以 那么如果是 这个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 同控的话呢 合并资产负贷表 要删除该子公司 年初至这天的利润表一边 年初这天的流量表一边 这是同控 非同控是跟刚才一样 这倒没什么区别了 这块呢我们只是简单的 把一些核心考点的目录 给大家拉了一下 但实际上这张整体内容极为关键 尤其是那些典型案例 要认真准备 我们几乎算的所有的典型案例 都是历年考题 这张每年必考 而且每年都有新的花样 比方说套娃题 所以说呢 这张应该说是全力以赴的 非常关键的一个综合题 必有的 一定要认真准备 15分到20分 加油 好了本章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